来让大洋给咱们试试新冠抗原检测 今天给大伙展示的这个新冠自测盒啊 是这种鼻炎世子的方式 也就是大伙通常说的捅笔子 打开盒之后呢 有这些东西 一个这个鼻炎世子 病毒收集管 还有这个试剂盒 下面呢咱们就来具体操作一下 把这个鼻炎世子打开之后呢 用手拿住棉签的下面 一厘米左右的位置 然后放进鼻腔里开始旋转 转五圈 一二三四五 然后另一侧 一二三四五 哎呀这个酸一酸 之后呢拿出这个病毒体虚管 把上面这层母源给它揭开 母源揭开 揭开之后呢 把这个棉签放到管里面 搅搅拌去十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把这个棉签直接是掰折 把这个棉签取折之后呢 把这个病毒收集管这个盖 给它盖上 然后静等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呢 咱们往这个试剂盒上啊 滴四滴 一二三四 之后呢静等十五分钟出结果 大伙看啊 我刚滴完之后 其实大伙都能发现已经开始往上趴膜了 看到没 然后静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过去了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试剂盒啊 带我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C这块是有一条红线的 这就说明这个试剂盒是有效的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踢这块有红线 那就说明是阳性了 要赶紧和社区联系了 大伙一定要注意 咱们检测完成之后呢 一定要把刚才咱们检测 用到的所有垃圾啊 全部放到这个统一垃圾袋里 然后封包 扔到这个统一的有害垃圾存放处 就说明这个试剂盒